叫三人成虎 我问过一些人 我说你们知道这成语啥意思吗 他们说意思大概知道 但怎么来的不知道 怎么来的呢 我也其实记得模了模糊 所以我就得去查查 这三人成虎是 这意思是指 这什么事情 三个人以上都说的一样的话 那么 这事实就成立了 那么 这个故事来自于什么时候呢 来自于战国册 战国册中 有这样一段记载 他说呢 庞聪与太子置于邯郸 魏王曰 今一人言士有虎 王信之乎 他这故事就是说呢 这庞聪跟这太子啊 一直是作为人质去了邯郸 他事先呢 要给这庞聪 要给这魏王呢 要跟他打点预防针 他说如果一个人说 这市场上还有一虎 说您信不信呢 这王说说我不信这事 他说如果两个人说有这老虎呢 你信不信呢 这王犹豫了一下就说什么呢 说我这个将信将疑 说如果三个人啊 说这市场上有虎 你信不信呢 那这王就说呢 我信了 魏王就说我信 那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 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说的人多了 不超过三人 大家就会信以为真 这就是三人成虎的成语的来历 所以我们今天就谈谈三人成虎 中国古代语言中呢 很有意思 每个字都有准确的意思 比如我们今天说的这谣言 谣 谣是什么意思呢 它本身是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呢 它指的是民谣 比如我们说的童谣啊 歌谣啊 都是这个意思 谣 你比如童谣啊 我们小时候知道童谣最上嘴的一句 就是拉大剧 扯大剧 老了家唱大戏 接闺女请女婿 小外孙子也要去 这个我们小时候天天听老人说这话 这叫什么呢 叫童谣 你看这谣啊 跟歌谣不一样啊 童谣就是念叨的 念叨的 比如这个 小孩小孩 你别馋 过了拉班就过年 拉班粥喝几天 歇了花了二十三 二十三 堂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冻豆腐 二十六煮煮肉 二十七杀个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玩一宿 大年出一扭一扭 这都叫什么呢 叫童谣 民谣 这谣啊 最初的解释是不用乐器伴奏的这种歌唱 比如尔雅中啊 他这么解释 他说图歌为之谣 这个歌呢 是要有曲调的 比如谣呢 就是指不用乐器伴奏的这种 有点像rap是个念的啊 所以你看那个黑人兄弟发明的这种rap 其实就是我们早期的谣 歌是唱的 这个谣呢是念叨的啊 不停的念叨 所以你看这个非洲的这个艺术啊 基本上还停留在我们三千年前 所以它比较纯朴啊 那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 就在这歌谣同谣啊 上发展出来的一个词呢 叫谣言 传谣造谣啊 这层意思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经常遇到的 那怎么它就从歌谣转成了谣言呢 我们剖析一下这个谣言的一个本质 我们现在了解这谣言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们生活中啊 听到两种类似的 一种叫谣言 一种叫谎言 谎言跟谣言的不同在于谎言的目的性非常强 非常直接 它用最低的啊 社会成本呢 获得最大的效益 我们知道的谎言这个 最典型的那个预言就是狼来了 是吧 它为什么要说谎呢 是因为说谎能获得极大的好处 撒谎啊 这事人人都撒谎啊 没有一个人不撒谎 从小孩的心智成熟的这个标志上讲 撒谎是他的心智成熟的第一标志 你不要以为孩子啊 从小到大不会说谎 他突然有一天 他在利弊得失中 他发现说一个谎话 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社会效益的话 他一定说谎 这个说谎表明他的心智成熟 这儿童心理学说的 不是我说的 这个 比如啊 哥哥和弟弟 在家里打碎一个花瓶 家长一进家就问啊 说这花瓶谁打碎的 明明是哥哥打碎的 哥哥说弟弟打碎的 因为弟弟这会儿还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就没法解释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他是怕家长惩罚他 这时候说明啊 这个哥哥的心智开始成熟 他知道这件事有后果了 那么我们生活中啊 其实每个人都在说不同程度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说谎呢 有时候是要避免生活中的麻烦 这个 比如有人约我说 马先生我想请你吃顿饭 哎呀 我说我这都约出去了 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什么时候吃 说不行 我这一个月都约出去了 其实是我不想跟他吃饭 我觉得 今天社会啊 大家的工作都很忙 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 大家又怕吃饭 你吃饭就发胖 你看都发胖 所以不想吃饭 避免这个麻烦呢 就说 说个谎话 就说呢 我有人约了 如果你不说这谎 你说我不想跟你吃饭 他就觉得你这人不好 所以只好不去解释 就撒谎 这事就过去了 对吧 这是我们生活中 为了避免麻烦而撒谎 还有一种说谎 是无意义的 比如俩人一见面 说哎呦 您怎么越来越年轻了 你说这事可能吗 天下没有一个人会越活越年轻 对不对 这话一定是谎言 只不过就是讨你一高兴 你比如说我看到生活中的场景 最多的就是俩人一见面 一看说 哎呦 您真不像您摘岁数的 这话一定是谎言 我说过 这人呢 多年轻 藏不起十岁来 您是什么岁数 就是什么样子 我基本上判断这人 我不认人 我一看这脸 我一看这状态 我马上就知道他岁数 我不说过吗 小女孩身体的典型特征是薄 你从侧门看 这女孩薄 这一厚起来 这岁数就大了 所以我就特怕 这岁数大的人去演少女啊 他怎么轻盈 他也轻盈不了 因为他不是那岁数 所以一个人藏不住十岁 这就是说谎啊 大部分人为了让你高兴 哄你高兴 所以又您这看着不像五十 像三十的 您要信了这个话 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你的智力有问题 智力平均值以下 所以不要听人家的公为话 但这公为话没什么坏处 为什么没什么坏处呢 是因为大家处在一个和谐社会里 都习惯于这种公为 比如有人一见我就说 哎呦您这最近听说您减肥呢 确实瘦了 我告诉你我一点都没瘦 我还长两斤呢 我这烦着呢 对不对 那么你到病房里去看病人 是不是 你能跟病人说实话吗 医生告诉你了 他来日无多 不多了 你进去跟你说 哎呦 你这个气色还不错 快好了 很快就出院了 你是不是明摆着说瞎话呢 但是作为病人 他有时候愿意相信你的谎言 我们今天要说这种谎话 代价也有时候比较重 为什么呢 你有这信息呀 回去给老婆打一电话 说我到家了 老婆立刻说 你发一定位给我 一下傻了 这定位没法发 据说现在这个微信中 有一个谎言的定位功能 就是你想在哪 他就在哪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会使啊 反正我不会使这玩 就是你这定位系统 有时候你说不了谎 科技帮你解决很多麻烦 你看过去啊 我们的信息系统不好的时候 你知道 每个人有手机 可以发短信打电话 这无非就是近十几年的事 我们年轻的时候 电话都是有限的 是单位的 大部分人家里还没有电话呢 所以那时候约会 事先说好 有的都是拿信约的 你想约一会儿 特麻烦 虽然在一个城市里 写一封信 说哪天哪月哪日 到哪哪哪 第几个电影杆子底下 那等着去 这时候最怕什么呢 最怕对方迟到 迟到只要有一分钟 你就开始胡思乱想 第一是 哎呦我是不是 没写清楚啊 他是不是忘了呀 怎么到底怎么回事啊 就是心里非常没底 今天呢 一晚了 发一段信 说我在路上了啊 堵车 你马上心里就舒服了 晚点晚点呗 所以今天的这种信息系统呢 导致你离不开信息生活 过去不是那个 我刚才说的就那种约会 我原来认识一个女的 那女的长得不是太好看 要哥今天找个对象呢 没那么容易 但人家有一好处啊 就约会的时候准时 他跟他的丈夫啊 丈夫英俊啊 这个当年约会的时候呢 就定在了一个公共空间 大冬天的一垫杆子底下 一等啊 等好长时间 男的呢 给忘了 他不是说迟到了 他是把这事给忘了 忘了以后 好几个钟头 突然想起这事 想起怎么办呢 一想说 我把这事给忘了 如果我不去的话 那我这事没法交代 如果我去了 甭管我多晚 甭管他是否走了 我是去了 所以这男的呢 好几个钟头 大概四五个钟头以后 才赶到了那个约会现场 这时候呢 那女的啊 还在垫杆子底下挡着呢 这就有点长存抱住信了 这男的啊 看见那女的第一眼 就决定一个重大的事 就说我就跟他结婚了 这个 在这之前没见过面啊 甭管什么样 我就跟他结婚了 就这女的 就是太忠诚这件事 所以你看这人呢 就是命啊 命是命 运是运啊 你改不了 人就这命 两口子在一起 人就觉得啊 从身高长相 从哪都觉得不太般配 都觉得大小伙子 这么棒 怎么跟了他了呢 就是因为这女的 在垫杆子底下 死等 就是因为这男的 把这事彻底忘了 又跑过去看一眼 如果这男的没忘啊 准时准点 这两个人在那约会 可能聊两句啊 就觉得 这女的长得没达到 我心里的要求 得走了 人家啊 就因为忘了 因为迟到 确立了这爱情 所以有时候多等会儿 没什么坏处啊 所以呢 这种说谎 我们刚才说 这说谎最多的是医院 这个医生跟病人之间 他避讳 这东方文化都是很婉转的 没有那医生 给你开完化验单干什么 跟你说你 活不了多久了 没有医生这么说话 都得明知不能治 也得告诉你这事能治 我们去努力 都是这么说 外国医生可不是这么说 我认识医人 那外国医生给他看完病 直接告诉他说 你只有半年时间 他不信 他从国外飞过来 到国内折腾半天 活了八个月 也就多活两个月 对吧 那外国这个医生 很正式的告诉你 你还有多长时间 你需要做善后准备 那我们的文化不同 我们肯定是说瞎话的 你这个病人去了 跟医生一看 医生说 你这个病很重 你家属叫来 跟家属有时候料底 但是跟家属说呢 这事得瞒着他 不能告诉他 所以这种事 我们生活中碰多了 我早年认识一女的 这女的特漂亮 两个电影 女明星 她是那个年月 少有钱的富婆 她那个钱是大钱 所以她身边 就围绕着很多骗子 这个 她生活中碰了一男的 我们所有人看这男的 都不怎么遮 但她坚信不移 她这个迟到的爱情 这男的伺候她特好 男的要做餐厅 她就帮这男的出钱 那都是二十年前 一花花一千多万装修 我认为全是在装修中 赚这过程的钱 这餐厅是肯定赚不了钱 餐厅还养一巨大的 那么海豹池 海豹钻来钻去 哪个餐厅弄得跟海洋馆似的 肯定都不赚钱 但是她相信这爱情 她就把这个钱 老给这男的 给这男的 她在后来病重的时候 她老去看病 看病的时候 因为手比较大方 就给这个 主治大夫每次看完病 都给个二三百美金的小费 二三百美金非常多 二十年前 后来这个医生 就有回把他拉在一边 跟他说 说你对我太好了 但有个事 我就不知道 当不当跟你说 说老跟着你来 这男的到底是你什么人 他说男朋友 他说男朋友 说男朋友 是这男朋友 他背后老问我 就是你还有多少日子 他一愣 他心里就不愉快了 你想想 你打听这干嘛 他回去就问这男朋友 你跑那医生了 老问什么呀 那男的说 我确实是问了 那男的很贼 他不回避这事 他要说我没问 那这事就瞎了 他说 我问了 我只不过是希望 在你生命最后的时刻 对你更好一些 他说这瞎话 女的 他就愿意相信这瞎话 结果后来 后来事情就发生的 比较严重 就是他化疗 化疗以后 晚上半夜特别口渴 那天呢 那个保姆忘了 给他放这个凉白开了 他每天半夜 十二点多钟 说必须喝一大杯凉水 结果他自个儿扶着 这个床起来 自个儿跑到这个厨房 去倒水的时候 一下子看着他这男朋友 跟那保姆在那呢 在那啪啪啪呢 结果他就火了 那你没有听人说 是你亲眼看你的 当天晚上就把这俩人 全轰出去了 说把他气得 在那儿哆嗦了后半宿 那么你说 一个被爱情 迷住了双眼的人 是最愿意相信谎言的 别说 其实我们所有的旁人 都看得很清楚 就觉得这人不好 这男的不好 为什么 他那眼神告诉你 他就不是个好人 是吧 但是 女的不信 尤其他病重 他又有钱 他又不在乎钱 这时候温暖是最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如果后面不穿帮的话 我也认为 这谎言还给他带来了 人生最后一段温暖 这人说谎话吧 动物也会 对吧 我讲过我们家的猫 是吧 我们家的猫 装瘸 那就是他说谎 他用装瘸 换得你的同情 人也是这样 人有时候 其实都是那种 小心剂 你生活中 你的亲人 你的同事 你身边的人 有时候突然病了 有时候是真病了 小病大痒 有时候是没病 跟你说 我今天浑身不舒服 为什么呢 获得你的同情 我们说了 小骗局 就是个谎言 大骗局是什么呢 叫阴谋 阴谋 在大骗局和小骗局之间 有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小时候 老说一句话 特有意思 就是说呢 说这人 竟跟我玩这小支俩 什么叫支俩呢 标准发音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他老跟我玩这小伎俩 那时候 你有字不认识念半边吧 所以半边念支俩 所以这个话是这样 错字念顺了嘴以后 改不过来 所以很长时间 我们老说 说 竟跟我玩这小支俩 就是说不正经说话 我们那代人 年轻的时候 正经说话的不多 那么你再看 谣言跟谎言之间 刚才说了 谎言有直接目的 它要有个直接目的 谣言就不一定 谣言它有时候是间接目的 什么叫间接目的 它不是为了 直接达到什么目的 它是为了泄愤 它心里有愤怒 它有醋意 所以它叫造谣 恶心你 这个谣言这词 按理说 这个来着比较晚 过去 古人管它叫流言 我们现在有时候也说流言飞语 最早在荀子里 就能看到这样的话 它说 流言止于欧语 这个流言止于智者 我们今天还说流言止于 就是谣言止于智者 原话是从荀子这来的 什么叫流言止于欧语呢 欧和鱼 都是一种瓦器 流言呢 是流动的 滚动的一个球 会跌在这个低洼处 这种欧语呢 你可以引申为低洼处 有点像高尔夫 是吧 高尔夫就是流言 滚动的一个球 最后掉到他那里洞里 荀子就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流言止于欧语 流言止于智者 就这种流言飞语啊 最后一定是被一个聪明人指到这不去传 因为我就不太爱传这些闲话 因为我从小就觉得 只有那个家庭妇女才去传闲话 所以我就对这事比较烦 别人跟我说什么 我有时候连听都爱听 就算我听了 我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就给彻底忘了 我说左耳朵 这边是左耳朵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就出了 那么造谣啊 我们为什么说 一个说谣言 谣言是你听来的 你再去传播 这叫谣言 还有一种是直接有人造谣 所以叫造谣 你知道造谣啊 你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啊 比如有人造你的谣 他为什么要造你的谣 刚才说了 这个造谣跟说谎不一样 它不是直接目的 它是间接目的 就是他嫉妒你 他恨你 他觉得你比他好 所以他在想办法弄你 他弄不了你怎么办呢 他叫造谣 所以你要知道啊 你身上谣言来了 要证明一个问题 证明你比他过得好 你在一个上升阶段 你在一个即将达到 一个目的的阶段的时候 你可能获得的谣言的概率 要比别人大 对吧 你比如过去 我上一单位 去看那单位销售 墙上挂好多表 销售冠军 一个人销售好几十套房子 亚军销售了三套 剩余人都是一套两套的 然后我说我就奇怪 我就问 我说这人怎么销售这么多房子 他门人给我拉一边说 跟人睡觉 造谣 嫉妒 我就说了他一句 我说啊 他这个明摆着是他有销售技巧 你知道各种单位 就销售单位里都有一种销售冠军 有销售天才 他绝对 我说他睡觉睡不过来 这客户太多呀 对不对 这客户还叫女的呢 他跟谁睡觉去 他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造谣 他也没有看到乌中生有 这就是造谣的特点 那么你知道啊 在一个单位 有人造你的谣啊 有时候比 从另一个角度看 比安慰你好 你比如说 有人一看 哎呀 说咱这事啊 不成了就不成了 咱哪跌倒了 哪爬起来 咱还有 下一回 这是人来安慰你 这安慰你说明什么 说明你不成了 造谣说明你什么 说明你成了 你比如谣言啊 能置人于死地 那是因为你心胸不够宽 你比如我们民国时期的大电影明星啊 阮林玉之死 就是谣言搞死的 就给他造谣 造谣无非就是谁和谁忠 谁和谁不忠 谁和谁上了床 这点破事 是不是 最后阮林玉这个写下了人言可畏 咱就走了 就走了 以自杀这种形式表示对社会的抗争 我觉得今天确实没必要 这事呢过去多少年了 过去的又80年了 民国时期 阮林玉现在呢是因为有电影可看啊 如果你喜欢中国电影史的话 你可以看看他当年都演过什么片子 长得小鼻子小眼 那么一眼缘 那么谣言对每个人来说呢 他承受力不一样 有的人特别能承受 有的人不能承受 不能承受怎么办呢 要不然就哭哭啼啼 要不然就一死了之 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啊 造谣就杀伤力最大的 就是说谁和谁睡觉了 对不对 这种造谣呢 尤其对女的伤害特别大 那个年月啊 今天不是啊 今天这女的不怕说这事 过去女的一说 这女的跟谁啊 上床睡觉了 后果是有可能嫁不出去 对不对 过去这女的啊 跟过多的人 那时候过多跟今天这过多还不能比啊 跟人有关系了啊 就叫破鞋挂着那个破鞋游街 你们今天是没有看到 我小时候看到对人的侮辱和对人性的践踏 今天没有了 今天没有 今天我们相对来说 每个人对自己呢 相对都还有一个这个自我把控的能力 社会对每个人来说 相对我们过去的那个那段历史呢 要改善很多 要有很 这现代的人比过去人相对有尊严 我们今天的人啊 都认为自己啊 对这个谣言是有辨识能力的啊 这其实不一定 你比如我们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啊 你比如说抢盐 对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出事就抢盐 非典时期抢盐 这个日本福岛这个核电站泄漏抢盐 那为什么抢盐呢 就说这盐能怎么着呢 把这盐吹得神乎其神 能够抗辐射 我简直就不能想象 盐怎么能抗辐射 盐要能抗辐射 那核武器就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每次当比较大的社会事件出现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不安情绪 这种不安情绪被某些人利用 或者说被公众一层一层的渲染 它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谣言 这个谣言就导致社会抢购盐啊 甚至有人买一人买一卡车盐 那疯了吧 所以我们对社会这种谣言呢 得有辩识 兄弟你轻点啊 上面的问题不大 那是一块石头 下去了 那么除了这种非典时期啊 抢盐啊 抢还有抢板栏根啊等等 这些事情呢 这个意外 当然这些抢购的事情 有可能是商家故意炒作 造谣 让你消费 很多人 很多商家利用这个所谓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赚你一道而已 你比如啊 这种事情古代就有 我们明清时期啊 你知道中国瓷器西方人 很多人不理解这东西 为什么能烧的那么白 那么漂亮 那么好用 最初欧洲人曾经认为 我们这瓷器都是拿贝壳烧的啊 这个 这个哎呀 我们的宋裘裘跟内剑溜金虎啊 哎呀 关系很好 你们看一看 这都是我们拍摄中希望发生的事情 他绝对不可能把这东西碰下来 因为猫的动作很轻 他觉得这个怪物啊 跟他有点接近 那是他徒弟 所以他跟他很亲 那么当年中国的瓷器运往欧洲的时候呢 欧洲为了把这个东西卖的很贵呢 也把中国瓷器吹得神乎其神啊 有的欧洲人认为说这东西能解毒 你把毒液倒进去 它立刻就没毒了 就能喝了 你说这不是害人吗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价钱比黄金甚至还贵 在今天的社会和在古代的社会 都会发现谣言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传的特别快 传播的快 为什么谣言传播 比那个正经化传播的快呢 是因为大部分谣言 人们没法判断 人们最愿意相信的不是事实 而相信有利于自己心理的判断 或者说它有利于自己内心的 积怨的释放 所以阴暗面的谣言就特别容易传播 我们社会中就是啊 就是过去说啊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就这个意思 凡是负面的 特别容易传到特别广 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 我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谣言呢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信息系统的堵塞 所以谣言的逻辑呢 它有一种貌似合理的逻辑 所以它满足了很多人内心的一种担忧 这是谣言一个途径 另一个途径就是 它谣言也会利用文化情绪 比如仇富 这是一种情绪 仇富 他觉得他凭什么有钱 我凭什么没钱 那人小时候跟我还是同学呢 所以造一些谣 那么再有呢是利用谣言 利用谣言 我们说的有的谣言是比较正面的 你比如说古代 最爱说的一句话叫天降祥瑞 皇帝登基天降祥瑞 要不就是乱世出谣言 这都成为一种定律 古代乱世的时候百姓都希望早点脱离苦海 所以都等待着某些事物出现 所以这百姓都有一些预感 你像陈胜吴广起义 这是写进我们教学课本的 当年就是陈胜吴广 在被蒸发前往渝阳的路上 遇大雨被困住了 道路又不通 这时候你按照当时的法律 你晚到是要杀头的 那就是说怎么都是个死 所以只好去起义 揭竿而起 那么这时候你揭竿而起 你就要有一些 舆论手段 这种舆论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讲 叫编排出来 我们如果把谣言在此时看作 既不是正面 也不是负面 它是一个中性词汇的时候 你就知道当时它造谣是有用的 所以这博书上 用丝绸写在上面写三字 陈胜王塞在鱼肚子里 别人打鱼上来 一打开说这是天意 我们今天觉得这都是小儿科 可是当时就认为这是天意 所以这种不敬而走的 这种舆论迅速就会传播看 这是符合公众内心的这种 期盼 请不吝点赞订阅